實在是 又是什麼 禮拜三這是什麼時間 初見時間 兩邊講師 四、兩邊講師 都遵循了小吃 拜託教師過來 裡面有老師 那這個教室 現在呢 前三期間裡面所提的 這個教室呢 叫做智慧學習教室 那它會逐步來做安置 所以今年 可能應該是去年 去年是六年級 所以今年就是這樣 就會進行目前的五年級 然後再來 明年就是五四年級 所以目前大概是 會因為三個年段 暫行人單計劃裡面 就是會逐步充實 也就是讓老師上課 那在學校來講 目前幫我們講之前 就是要來熟悉 那以後 或許 稍微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講 甚至還有其他的這個 數位的一些工具 所以我們一定要趕快聊天 要配合上早上這個時代的這個小物業 所以今天時間有限 不要再用 我們現在請給我們講師 帶老師一個掌聲 非常好 謝謝大家 午安 午安 今天很開心來 午安這邊 我先自己介紹一下 就是我來自南城區的永春國小 大家有聽過永春國小嗎 在等到好市多的時候 就購物 就會看到一棟城堡 對不對 那棟城堡就是我的學校 那其實呢 我同時還兼任了綜合活動輔導 我是我今年這兩個是綜合活動輔導的專任輔導員 那大家有機會接收到這位教室的一些創新教學的應用部分 也許在硬體的部分呢 我們可能比如說資訊組長還有資訊團的老師 不過我們在創新應用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那我的教學連續我簡單介紹一下好了 我從一畢業就在永春國小服務 那我在永春國小服務的今年應該是第16年了 那我擔任非常非常久的導師 所以再長一點導師請舉手一下 你要講嗎對不對 那我應該蠻了解導師們的心聲 然後以及導師是在課堂上跟海底互動最多的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也給大家一點點幫助 好 一開始 那我想要問各位老師一個問題喔 就是當你們聽到智慧教室的時候 今天的演習很特別 請問你們有帶手機來嗎 有 那今天的演習會不斷的需要你們用到手機 也許在課堂上的孩子不會有手機對不對 那今天呢想要讓你們體驗一下 外天有一天我們國安國小來到了 翻翻有平台可以使用的時候 那孩子們漸漸地拿出手機來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手機是讓他們很有興趣的東西對不對 怎麼樣跟他互動 然後呢怎麼樣來 讓我們的教學變得更不一樣 說到這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你們記不記得你們在國中啊高中啊大學的時候你們有智慧型手機嗎 沒有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呢我記得我的我高中讀的私立學校 然後我們學校有很多科研 然後他們就會有帶的手機來上學 然後那時候手機老師就說上課不准帶手機 因為你說手機剛出來 你這個家裡面有錢的辦法才變厲害 可是現在我想請問各位老師 你有發現你們班上其實書包裡都放了一台手機嗎 可能有對不對 可能有 或者是他們放學之後呢拿著手機互相聯絡 甚至呢這個人的爸爸媽媽管得少一點的 或者是對他好一點的還幫他手機辦網路 對不對 他一有網路他全班就愛上他了 對不對 有網路那個簡直就是板上的網路 那我們怎麼來做這件事 我先來給大家掃一下QR控 大家可以幫我掃一下這個QR控嗎 然後裡面有一些問題我想要問問大家 就是那個問題剛剛有秀出來 就是關於智慧教室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再來你平常上課的時候 會使用的是訊教學社費大概是哪些東西 那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 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請大家幫我想像 然後作答你們不用擔心 就是大家只有我沒有人見 所以比如說今天就跟我說實話 好嗎 就是你實際上你的感覺是什麼 再來再講這一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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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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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